好 继续回来第二节 刚才和陈医生谈了ADHD 刚才陈医生也说了ADHD是什么 他的断症如何才符合ADHD 也令我们清晰了 然后我想问一下陈医生 因为有不少父母都说 儿子不知为什么很像我 我以前也是很远的 究竟ADHD是否遗传 一定是没有关系的 是的 很多家长 有时候父母就说 我儿子不就像我 我以前也是 是否一定要看医生的 一定要医的 ADHD的先天因素 或者我们说家族史 遗传性是比较强的 那里的成根其实也有七八成年 他的先天因素 或者家族史 或者脑子有些情况 就不是那个环境因素 那个比重是比较少的 而男女比例呢 男女比例呢 男女比例呢 如果我们看一些社区的数字 那就会是4比1 但是如果转介到我们的专科产所 可以是9个人 是男女比例 真的那么多呢 是的 因为你看到我们看的 通常是比较中度或者严重的 所以那个家族 很多次父母都看到小朋友 有点像 我以前处理到 或者其实家长大了 有些可能是好 有些也可能他知道 他用什么方法去减低这些症状对峙 嗯 嗯 那倒反过去 但是小朋友是有不同的 因为我们现在小朋友少 就是一生一个起两个子 而那个读书环境的压力 或者成长压力 和我代或者父母的怀释 都不同的 所以压力大了 刚才说很多父母 既担心自己的子女有ADHD 一旦确诊了有ADHD 他们都很关心治疗上面 第一是不一定不医 第二是怎样医 说真的 如果你有病 我们说老 有病 那我们也要医 如果有事 你觉得他有症状 他病 而不医治 其实对小朋友也不公道 是吧 如果你有肺炎 我有伤口感冒 我也觉得我要医 或者我听医生说 我怎么做 那我觉得是要医的 因为很多次不医治这些症状 当然有些小朋友 或者父母馆太好 有些都可能会有症状 尤其是轻易度 但是如果中度至严重 其实大部分都要医的 那通常他们是否吃着什么药 那些都是去平衡脑分泌 其实医之前第一 我们要看小朋友 我们看小朋友第一段症 他的严重症 他应该是什么范畴 他有没有其他因素的症状 例如他有没有患病 例如他有没有患病 例如他会不会有些导写障害 他会不会有些自卫病症状 他会不会有些焦虑 情绪 而ADTree是比较多 一个患病的 其实有五成至七成都可能有患病 有其他的影响 其他的症状 我们也要看小朋友应付各方面的能力 因为小朋友是比较聪明 有些小朋友的社交比较聪明 有些小朋友的思维也比较聪明 所以我们要全面平衡到小朋友 360度 看出症状是怎样的坏 是怎样的坏 是怎样的自己本身能力 是怎样的不更多 定一个我们的Treatment 就是治疗体法 要对症下药 要看得很通透 就是要全面的平衡 我们不只是看小朋友的症状 可能是看小朋友的症状 如何影响他 以及看小朋友整个人 以及他的环境 甚至是家庭的治疗 对 父母有担心 如果这些疗症很严重 可能要吃药才可以 那我担心吃药 会不会有什么负作用 坊间就是说 吃了一些药 原本是好冻 就会变得比较呆滋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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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说吃药 吃药通常中途或凌重的过程 我们都会先考虑吃药 但很多次除了吃药 另外我们就有行为治疗 行为治疗里面包括 小朋友行为或者心理治疗 另外就是家长教 家长有本教的治疗 如果一些严重过程 可能他要跟我们的职员 或者有些生育 不论他是调尸 心理学家等 可能做一些单对单的治疗 那我当时 如果是一些中度 或者是人造药 我都建议家长吃药才能 为什么呢 这个我们叫做事故公布 小朋友定了 他不像一辆车 在横冲直征 他也不像 人工猪猪猪 所以他有些东西吃药 都是个外人的一口 所以他定些 心脏点 要的心脏点 吃药 他发现 原来他要吃药 很多时候大部份的小朋友 都进步了 起码七至八成 是的 那因为进步了这么多 可能行为治疗 再加他更容易 或者其实都不需要行为治疗 他都可以的 我便叫这些做事故公布 但我刚才不是说吃药 吃藥根據我們的醫療實證 其實由七至八十個小孩都有很明顯的一種 當然也可能有藥都吃不到 不是很受藥的 要專門考慮他的藥 另外家長就問 你說有我下午七八成 那有什麼副作用嗎 有很多人 其實副作用是有的 副作用可以分開三大類的問題 第一類就是影響胃口 可能他遲些入睡 或者睡眠質素沒有餓 第三類就是他四月初初有些失業 例如他可能有些少許腸胃不食 人有些穩固一些 或者說給他有些頭部不痛等等 那第四類就是我們考慮一些嚴重一點的 你有沒有家族史沒有簡直 我會考慮一下 我會考慮一下 考慮一下 看如何了解 或者怎樣的配合 等等 但是這些副作用 聽起來好像很害怕 但是其實比率都不是那麼高的 我們綜合了所有的副作用來說 其實有九成小朋友都可以吃到這個 或者吃到這個有副作用 但是都可以做得甜的 就是都應付到可以繼續吃的 而醫生我們是最緊張的 就是我們會和你不清楚 或不清楚病例 我們每次要量度小朋友的 體育、體育、成長的比例 我們會檢查小朋友 如果需要一些家族的心態 我們會和他做心念頭 如果有些我們說 他真的吃了一段時間 都認識的元徒 我們都希望媽媽不要認識了 就轉過來或者再觀察一下 所以我們對小朋友的責任 那個身體健康 副作用的責任 其實我們自己都會這樣做 甚至於更緊張 是啊 這樣 我們都會有些保持的家長 如果他沒有胃口可以怎樣 反而是否那些藥氣過了才吃呢 或者我們什麼時候 要不要讓他進去 維他麵泥 所以我們都會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建議媽媽 那你怎麼幫他做呢 如果他有副作用 你什麼時候怎麼做呢 嗯 聽完之後 雖然副作用會有 但是呢 其實第一件事就是 醫生都會很緊張 會幫你做一個處理的評估 了解 有需要受 可能轉藥 或者其他方法 還有 聽陳先生說 其實 過度活躍 或者專注力缺乏 真的吃了藥之後 看到很多小朋友 都有明顯的進步 剛才陳醫生在家長管教 很想知道 因為其實很多家長都很問 看到一些兒子 站不定 坐不定 又不聽話 作為家長 其實想和他溝通管教上面 有什麼要留意呢 應該怎麼可以做呢 除了看醫生 我猜我們分開兩個 一是 一是 作為家長 要怎麼調節自己 很多時候 家長在心旺 我相信 是不是真的好事 是不是很大件事 甚至有時候 過度 太害怕 小朋友都不太好做 我們說 他還未到 這麼臨床 那麼嚴重 可能有幾個症狀 就是 家長是不可能 坐地讀書 那些家長就過分擔心 或者覺得 他們坐定是很重要的 甚至不是一個臨床個案 都說要植藥 是的 那導著 那些家長就說 沒事的 我以前都是這樣 很頑皮 大一點 好一點 又接受不了 小朋友有病 或者要治療 我希望家長 聽聽醫生的意見 有些鬼 我們覺得 他真的在影響他 要治療 這樣 我希望 家長的掌握 會不好 那麼兩極化 陳醫生 另外 除了我們接受自己之外 父母 行為治療 我們都看不少 那對於ADHD的小朋友 行為治療 如何幫助他們 其實行為治療 我們都可以分一 兩大部分 有一類比較小的小朋友 我們就有些 模擬課失的行為治療 那教他 譬如適應小朋友 或者課堂的行為 要怎樣 怎樣去令到自己專注 參與 有規律 等等 這些就是 等到適應到的課堂 至少他學習上 會輸得到人 自己會學到東西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我們會把情緒 和成交的治療 因為當時 食療後 因為還有些衝動 還是比較活潤 很多時候 他們可能飽開不收 很多時候 戀愛臨 踏槍人 都不知道 或者在社交上 心惡怪罪 勇志 都說好啊好啊 有老師覺得他在搞事 我們都教他一些 情緒 衝動 和一些社交的治療 主要分成兩個女兒 另一個女兒 就是我們說一些 執行功能的自己 因為她專注 或者執行功能 會比較弱 小一點 我們就教她 用執行功能 來做功課 問書 教媽媽 怎樣用執行功能 去鼓勵她 去看著她 做這件事 我覺得媽媽 覺得這件事很棒 為什麼呢 我一年班 不需要和你們 鬥爭三個小時 才交流功課 然後 又一組扔了你們 去補習社 到差不多高小 我們會教他們 執行功能 怎樣去預備升中學 因為媽媽說 升中學 這件事 真是 無味非陀 我又看不到 intranet學校的功課 怎麼做 她又不用抄手 她有什麼東西 學校找她不找我 我完全不知道 在搞什麼 我們在五六年 那時候教小朋友 這些 事教管理 一些執行功能 管理自己讀書 棋理 各方面的東西 這就是 預備到升中心 就是中學 我們會交他 執行功能 現在 我們都有些 升大學的預備班 教她 如何去 再管理自己 再大學 再管理自己 因為大學 上次是 你回一回都不會知道 是 你上不上課 你不考試 小學 媽媽也不知道原來沒有考試 或是否整個班 都不知道 我們更加在這方面 希望她預備 再加強自己 管理自己 這方面 我們也在說 現在我們也有少少說 這個 伸延陣座 成形之類 即是說 其實由上大 某一段位 我們也要在那裡 加一些行為庫道 或者行為資料 收到 多謝陳醫生 今天跟我們講解了ADHD 接下來的兩集 都會講講其他 兒童會比較普遍 會遇到一些 精神病的症狀 今天我們的節目 來到這裡 下一節再見 好 再見